哈囉大家好 我是Jessica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影片主題是我的衣櫃換季 沒錯 除了衣櫃換季之外 今天也會進行一個斷舍禮 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後 就這些衣服是我昨天晚上把它拿出來的 就昨天趁小朋友睡著了以後 就把衣服全部都搬到客廳來 然後準備來進行一個換季斷舍禮 因為下個禮拜開始天氣就會降溫 在降溫前想說把這些事情處理完 其實我大概兩個禮拜前就開始已經在準備要換季 但是大家知道我拖延真的比較嚴重 而且就是前幾個禮拜也比較忙 所以也沒有時間去處理它們 然後這幾天比較稍微空閒一點 我就要趕快把這些東西全部給處理掉 給大家看一下齁 這整個狀況是一個大爆炸狀況 是不是很驚人 然後這邊地上的就是 我忘了它是什麼了 它就是越對就越高 越對就越高 然後 它這個底下一直在換季準備要收 但是那時候就是弄到一半就把它擺著 啊我的天哪真的好恐怖喔 好那這邊呢其實就是一個我非常不願意面對的空間啦 好就希望能夠趁著這個機會把這邊 給它全部搞定 欸我跟你們說超傻眼的欸 它居然斷掉了 看到了嗎 它居然斷掉了 衣服太重 好傻眼 好給大家看 全部的衣服拿出來之後呢 就躲在這邊啦 給大家看個比例尺 這個是大捲的風箱膠袋 然後這是衣服堆 那很多人會問我說我的這些斷舌裡出來的衣服 我會怎麼處理 大部分我都會先拿給身邊的親朋好友 問他們有沒有需要 就是可以給他們 那有一些就是比較保暖的呢 可能就會在冬季的時候 就會把它剪成適合的大小 然後給我們家的狗狗們 當作是一個暖暖的備墊這樣子 那剩下一些比較殘破不堪的呢 我就會直接淘汰掉 就垃圾色就直接丟掉這樣子 好那這工程應該是蠻浩大 我記得夏天的時候 我有拍一支衣服的斷舌裡 然後那支影片 你們沒有看到 因為我沒有把它剪出來 那支影片真的太長了 那支影片我總共花了好像四天還五天才拍攝完 我希望這支影片可以不要拍這麼多天 我希望一天能夠把它處理完 好那今天影片呢 是由蘭諾的香香豆贊助播出 非常感謝他們的贊助 那今天呢 我整理出來的衣服 就是要收進去之前呢 我會用這個 把它們洗了香噴噴 然後才收起來 好那這邊簡單跟大家講一下 我自己最喜歡的味道 是這個薔薇淋奶 如果你有追蹤我IG的話 應該就會有發現 我已經用他們廢話非常久 目前進度給大家看一下 就是變比較矮了 但是呢還是有非常非常非常的多 然後呢我這邊呢是已經清出了兩袋 這兩袋呢就是 比較狀況比較好 然後可以給我小叔老婆 她有挑要沒有藥的 但是呢就是這些我都先暫時沒有洗她了 然後讓她自己去處理藥的話 她再洗這樣子 好這個 就給她 挑 好剩下這邊呢我就要繼續 然後這邊是初步 這一堆是初步我決定要留下來的 等一下就是確定要留的話 就是要拿去洗 然後這邊是還沒有 還沒有處理的 你們看我剛剛在褲子裡面 還找到了一百塊 真是口袋大富翁啊我 好 我現在呢要繼續再收拾一下 換個角度 因為剛剛那邊就是前面都是已經差不多 所以我就轉了一個角度到這個方向 怎麼辦 我今天真的好居家喔 可是打掃不就是這樣嗎 好 繼續來吧 我跟你講我超喜歡這一件 然後這一件已經被我染色 而且她洗毛球 但是我真的好喜歡 因為她穿起來好舒服 而且她睡覺穿也好舒服 可是我跟你講她真的已經太久了 你們看 就是都已經這樣了 呵呵 但我真的很喜歡這一件 我跟你們說這件褲子超好穿超舒服 這件是那個UNIQLO的 他們的這個系列的睡褲 超好穿 我跟我婆婆還有小叔老婆 我們一人一件 超好穿的 想要找睡褲的人可以找這個 然後這個是那個透明的包包 是之前買那個 HOST跟GRADSKIP的鞋子 她送的那個包包 但是因為我買比較多霜 所以送很多個 可是這個真的用不到 這個我可能就 這裡面為什麼有一個這個啊 我現在才發現 王老雞 為什麼放這個啊 為什麼這包裡面會有這個東西 我也不知道 好我這袋應該也差不多了 這袋又要先把它封起來了 好封 封封封 封 他這個後面呢 有這個說明 就是告訴你說你是滾筒還是一般洗衣機多少 然後用量大概是多少 就是他的涼杯 就用這個Coco來裝就可以了 這個是我以前在美國的時候 學校的那種 就是每個年紀自己會做自己的衣服 就是 大家會寫一些話這樣子 反正呢 你看這是我們 我們是class of 2006 好久以前喔 真的好久以前的 好反正這件我就是會留著 因為這個是一個有紀念意義的衣服 雖然他已經都泛黃了 或什麼的 但是我覺得 應該都泛黃了 但是我覺得他就是一個紀念的衣服 所以最近我就是一直都把它留下來 好各位 我現在就斷舍離了這 12345 戴家上面的這一 一把衣服 好 去他們家 把這個 斷舍離的衣服送過去 好 走吧 我們現在打開烘乾機 一打開就是一個 很好聞 我跟你講這真的 超好聞的 而且 好舒服喔 我想要鑽進去喔 好 我們這邊的衣服已經烘好了 烘好了 然後呢 等一下 就可以等到那邊的洗好 再丟過來烘啊 就可以再洗下一輪 我預計這些衣服全部洗完 可能要洗四五輪左右 然後 反正先好的 我們就會先折 我跟你講它這味道真的很好聞 我強烈推薦大家一定要買 薔薇菱來的 薔薇菱呢 味道真的非常非常非常耐聞 然後它味道是那種 淡淡淡淡的花香 不會很濃烈 很濃烈 不會很濃烈 而且呢 它不會雲香 我自己非常非常喜歡 薔薇這個 我們家基本上都是用這一個 這一次呢 我合作的呢 就是來諾他們這個 香香豆 它叫做 衣物柔軟芳香豆 就是它呢 你用了之後呢 其實你根本就不再需要用柔軟精 它用完之後 衣服一樣是會軟軟的 然後會有一個淡淡的香味 而且就是如果像現在換季啊 你衣服收起來的時候 你先用這個洗過 你到了換季的時候 再拿出來的時候 它依然會是這個香香的味道 因為你知道有時候 你衣服就是收起來之後 拿出來都會有一個 悶到的味道 其實不是很好聞 那加了這個之後呢 基本上就不會 嗨 我的衣服終於洗好了 我現在要再來換一批 我現在目前只有 之前已經洗過收起來的那些衣服 可以不用再重洗 其他就是曝露在外面都要重洗 所以其實要洗的東西蠻多的 然後我現在基本上就是呈現一個 等洗衣服洗好 烘好 然後可以折 然後就再繼續等 就大概是一個這樣的巡迴 所以我預估今天這個影片可能會拍到 可能差不多三四點才會拍完 因為洗衣機你沒辦法加快一點嘛 所以就是有一個等待的時間 然後現在衣服好了 我要趕快把它拿出來折好 然後跟新的衣服拿去烘 然後再洗一鍋新的 沒錯 然後等一下呢 你們就會跟我一起先來折 就是從箱子裡面 之前洗好拿出來的 然後我把它折起來 就這樣子 好我們趕快去用衣服吧 耶好了 哎呦 好好好 聞一下有沒有香 香噴噴香噴噴 好我要再來洗 調一個你喜歡的味道 塞進去 塞 塞 然後我們家用的洗衣精啊 都是這種無香味的洗衣精 所以我們衣服的香味就全部都仰賴這個香噴豆的味道 一隻手不是很好控制 三二四 好 ok 洗吧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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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大家好 我知道現在這個畫面看起來很詭異 但是因為我懶得動我的香機了 所以我想說就這樣子跟你們講一下吧 這個是剛剛洗好烘好的 然後這些是用冷風烘的 所以烘的時間稍微比較久一點 烘了兩個多小時 然後呢它的味道真的是超級好聞的 是非常非常香的味道 然後真的也很舒服 我好累喔 我跟你說我真的是從前一晚整理到今天 然後今天一整天都在整理 我跟你講我一整個週末都在整理這些衣服 真的好多好多好多 好這些呢就是全部都已經洗好了 然後我要把它折起來 然後放到衣櫥裡 這是現在冬天要穿的 那這些真摯的東西它不能烘啦 所以大家都要冷風烘 大家請記得 如果你們要烘這種衣服類的 這種真摯毛衣類的 請一定要冷風烘 不然的話它們全部都會變成銅妝 好嗎 好然後呢 欸還是我還是起來好了 真的是有夠有夠難的 好 沒有我的臉應該還好吧 好沒關係我跟你們講 我這些呢全部都是用這一罐 就是這個 這個這個 這個 薔薇菱蘭的味道 這是我最喜歡的味道 這個味道它聞起來是非常非常清新淡雅的花香味 然後它不會到那種很濃烈很廉價 也不會有廁所的味道 花香真的超容易會有廁所味的 這個是完全沒有 那這個也是我們家用最多的味道 這樣子 然後另外它還有兩個味道 一個味道是這個 薰衣草的跟一個蒼蘭的這個 蒼蘭跟薰衣草 那蒼蘭的味道呢就是非常像是一般歐美的洗衣精會出現的味道 你一聞就會覺得 喔就是歐美品牌洗衣精的味道 然後 但是沒有那麼濃 它稍微再稍微更淡一點點 稍微再更淡一點點 是一個比較屬於比較清新海洋風的感覺 我自己覺得啦 然後再來另外一個呢是薰衣草味道 我自己本身其實是非常不喜歡薰衣草的 我是極度討厭薰衣草的人 因為我覺得薰衣草的味道 我自己覺得不香 我不是愛薰衣草味道的 但是這個薰衣草的味道啊 我個人覺得不是那種很強烈的薰衣草味 它反而有一點點木質調的香味在裡面 木頭燻過的那種味道 然後搭配薰衣草的味道 聞起來我覺得算是好聞 然後如果你不講的話 其實我不太能夠聞得出來它是薰衣草的味道 我覺得這個也是蠻多人都可以接受的味道 好反正就這樣三個味道 然後我自己最喜歡的就是 登登 折衣服吧 各位我這邊終於清空了 這個不是這個是彩妝品 你看我衣服清空了 然後這個是要丟掉的 然後這個是夏天 我夏天就只最後只留了這麼一小箱 然後當然牛仔褲那些我放在外面啦 然後就是衣服類跟裙子就只留這一箱 然後這個是剛剛洗好的 所以這箱要把它折一折歸檔 然後這邊就告一段落了 那我還剩下什麼呢 我還剩下這個最後的一些要洗的 然後呢 就在這個時候同時 我的洗衣機叫了 它洗好了 我要把它這裡面拿去烘 然後把這一些洗掉 然後這些再烘掉 然後再放好 我就正式結束了 給你們看 現在這邊全部都清掉了 然後台子上面也都清了 那這個地方呢 就是我的外套 我就會都刮在這個地方 然後這邊前面全部都是牛仔 然後開始是一些西裝外套 後外套跟比較長的裙子 那這邊呢就是放毛衣 針織衫跟帽T的部分 會放在這個地方 然後上面呢 這兩個就是換季收起來的衣服 就會把它放在上面的部分 然後褲子的話呢 我褲子因為斷舌力量非常多 所以其實就是剩下這些 牛仔褲子留了三條 然後這個是像寬褲啊 這一類的 然後抽屜這邊是發熱衣襪子 然後這個下面是放一些替換的床單 然後這邊的話呢 就是放一些布 布類的東西 好大概就是這樣啦 斷舌力成功 好那今天影片到這邊就結束了 希望你們會喜歡今天的影片 非常感謝你們陪我整理完我這個衣服 然後也非常感謝有這支影片 就是我才會有動力去收我那些衣服 因為我那些衣服真的是亂了非常非常非常久 然後那天我在整理衣服的時候 老公就說怎麼樣 有業配是不是 要拍影片是不是 要整理了嗎 對啦對啦 我就是需要一點動力嘛 那總之呢非常感謝蘭諾的贊助 那今天的影片到這邊就結束了 對蘭諾有興趣的人呢 可以點開資訊欄 有一些通路大家可以自己去看 那或者是網路上面也可以購買得到 本身我就是一個愛用者 那也推薦給你們 希望你們會喜歡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掰掰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